第十二章,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我方一切秘密准备,对外切勿声张,误给完方以任何借口。话说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长口事件。 早在2月2日,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为促使政协会议五项决议贯彻实施,决定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校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邀请李德权为总主席,李公普为总指挥。 陈立夫文之,立即召集方志,叶秀峰,王思成等人开会,密谋破坏。 十日晨,参加庆祝大会的群众团体约一半余人陆续进入会场。 李公普,郭沫若,师傅亮,张乃气等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由中统秘密安排进来的主席团成员吴仁初,刘野乔,周德侯先后登上了主席台。 主席台两侧早已扶下了众多的特务打手。 周德侯突然叫嚷要刘野乔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 李公普,师傅亮上前阻拦,历时遭到了特务们的毒打。 郭沫若,陶行之,张乃气,马银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六十余人均被打伤。 特务们见周恩来,冯玉祥等人赶来会场,遂四散顿去。 是日晚,政协各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退出周恩来等四位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并带去周恩来、沈君如、梁树铭、罗隆基连名写给蒋介石的抗议信, 对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叫场口事件,破坏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建国的希望。 让人民群众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反动面目。 2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东北形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的主张答新华社记者问。 记者霍希,去年9月间,由延安出发去东北的中共中委彭真、陈云、林峰等同志,已经到达东北,并于最近将东北政治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特于今日,往访中共中央发言人,寻以东北形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主张,自将谈话内容致辞。 问,现在东北一般情况如何? 答,自从苏军进入东北,消灭敌尾以后,东北领土主权,复归我国,国民政府办,以派遣军队与官吏前往接收,14年来的国耻,一旦荡敌。 东北本为我国资源最丰富,工况最发达的地方,但因敌人14年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陷级困苦,工商金融也因战争的影响,多少陷于停顿或紊乱。 所以,现在东北人民最大的要求,就是彻底肃清敌尾采余势力,在广泛民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安定的生活。 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中心关键,则在于国民党方面派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如何根据停战协定,及和平建国纲领的原则,与东北各地地方人士,地方军队,八路军,及各地的民选政府,实行和平民主的合作。 问,东北各地现在有些什么军队?地方政权情形如何? 答,东北民间武装,素为全国之冠,自去年八月苏军开入后,各地民众即纷纷武装起来,消灭敌尾。 从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部队和干部,此时最为活跃,发展一级迅速。 前抗日联军领袖周宝中指挥下的部队已有数万人,分布在东满北满,并成立了杨静宇支队,赵上支支队等。 在八年抗战中,被敌人俘虏求于东北的八路军战士与华北游击队员几民兵为数益众,他们在获得自由后,亦积极参与消灭敌尾工作。 同时,八路军中东北将领张学斯、吕正操、万毅等所部,与其他奉命前往东北,消灭敌尾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义军在战争中与东北人民得到密切的结合。 原在吉日辽边区抗战的李运昌将军所部,则在辽西一带。 东北人民在这些抗日武装领导下,现已组成为一支数近30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所谓住房会议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地。 此外,还有各地的保安队与警察,协力肃清敌尾参与,维护地方秩序敌尾消灭以后,各地人民又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推选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线民主政权,负责地方行政。 这些部队与地方政权的领导,除东北各方民主人士外,多数都有本地的与外来的共产党员参加。 但是,由于我党在东北的领导机关久被敌尾破坏,所以这些党员的行动最初未能完全一致,直至我党中央派去的彭真、陈云、林峰、林彪、罗荣环等同志到达以后,并建立了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才联系和统一了东北各地党的组织与党员的行动。 现在,凡有共产党员活动的地方,秩序都已经安定,火正在安定,土匪已逐步肃清,工商业亦已逐步恢复,汉奸已着手承办。 人民在抗日反汉奸与向汉奸算账复仇的斗争过程中,其政治的觉醒与生活的改善,都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但在某些偏僻的地方,还有土匪与伪军残步骚扰,若该野心为死的日人,并图利用他们以谋破坏东北的和平民主,与保存自己的侵略势力,人民对之极为痛恨,希望民主联军能够迅速前往脚除,以便东北同胞的安居乐业。 问中共对于东北前途的主张如何? 答中共对于东北的主张,与对于全国的主张一样,可以用和平民主,团结建设八个字来概括,中共从未反对,由国民政府派人接收东北主权,并派遣一部分军队到东北维持治安。 这在去年11月28日朱德总司令谈话中,极有明白地表示,在今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共同发誓的停战命令中,也正式声明,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 不受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的限制。 但是,为了实现东北的和平民主与团结建设,我们认为以下的原则是应该确定的。 一,现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合于东北与全国的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 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予承认并整顿,使与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共为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 三,对于东北各线民主自治政权应予承认,如认为他们的基础尚有不够广泛之处,一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 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原,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辱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轻民赋。 以利和平,至于收编东北伪军,即利用华北伪军,如江同飞部新27军,去接收东北治权,则应予以禁止。 问中共上述方针能否实现,政府方面对此有何表示? 答,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东北人民的要求下,在东北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与此相反的方针,必然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 东北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如果不承认国民党的地位,不与国民党推称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同样,国民党方面,如果不承认东北地方民主力量与共产党的地位,不与他们推称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 也会犯严重的错误,过去国民党方面曾实行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但为了求得整个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军事上曾做过许多事所周知的让步。 但是事实证明,仅仅片面的退让,显然并不足以维护和平,因此,甚至在1月13日以后,国民党方面的军队仍途夺取迎口,谈删,以致停战令虽已发生时效,冲突上旭有发生。 而且,国民党方面这种武力解决的方针,如仍固执不改,则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之下,同样的不幸事件,即仍有继续发生的可能。 最近重庆二人委员会方面,曾有派遣执行组前往调除的提议,我们为了实现全国的停战,是赞助这一提议的,相信政府方面应该不致拒绝。 在政治方面,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有争执的地方、政权问题也已经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解决的协议,相信也应首先适用于东北。 总之,东北在全国地位既如此重要,情况又如此复杂,如果有关各方不做一通谈协议,因而引起东北的军事冲突,那就实在太对不起被蹂躪14年,渴望和平民主的东北人民,也实在太对不起渴望东北问题和平解决的全国人民我党,现已要求与政府进行这个谈判。 深望政府仍本停战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使这一谈判能够迅速进行,并迅速得到圆满的结果。 2月1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中原军行动方针给郑卫三、李先念的指示,他写道, 郑、李、伊,关于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你们北移,因此,你们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晚东或向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 但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先得中央允许,不可贸然行动。 恩来不久可到武汉,届时当可决定,是否能合法北调。 2、你们现在仍未脱离危险的环境,股民党仍企图消灭你们,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以必死之心来求取生路。 2、如果你处只能养活5000人,那就只留5000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 但留的部队仍需准备在股民党袭击下进行游击战争。 中央丑巧2月22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操纵和山洞沙子区部分学校学生7000余人进行反苏、反共、反民主大游行,组织特务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杨立远等人。 同时,特务还捣毁了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此后数日内成都、昆明新华日报营业份销处,又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暴徒捣毁。 2月23日,毛泽东起草荣阳关于有计划的控制粮食等向城市出售的指示。 他写道,华东局、晋查济局、太行局、晋隋分局、承德分局、华中分局,并告东北局,据滕代远同志由北平来函,平市粮价高解缺,市府要求帮助,每月订购一半万金。 想城市缺粮、缺煤及其他必需品,是占据所有大中城市普遍现象,如天津、济南、青岛、宝定、石家庄、太原、徐州、开封、上海等大中城市,均时文缺粮、缺煤。 我各解放区贸易局应有计划的适当的提高粮价,收买储存大批粮食,利用机会,贸易局公开与国民党各市政府进行谈判,沟通商业外,并以私人名义,以老百姓面目,至城市开设粮行,领取粮食行照,取得长期合法,在城市生根,控制粮食陆续向城市出售,交换日常必需品,满足解放区人民需要。 否则将来交通恢复,粮食无限制的流向城市,监商操纵,反可造成解放区粮荒或工业品价高,农产品价低的剪刀形式,与农民不利。 根据地不仅有部分粮食出口,且有大量的煤、棉、毛、皮、丝、植物油、药材、猪、牛、羊、鸡等等出口,为应选派可靠党员学做生意,特别是熟悉行情善做生意的党员,寻找社会关系。 以商人面目到个城市,摒取行照,加入行会,开设行战图场,上述工作在城市能做出较大成绩,不仅能影响城市经济生活,而且对解放区经济发展亦有重大帮助。 首先要使这些同志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使之了解这是和平阶段重大建设工作之一。 中央酬梗2月24日,毛泽东鉴于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中央认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围,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 由国家按及一律待遇,我军各级干部急需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只是规定,除了保留一部分大约三分之一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求去请求国民党加围,以应付反动派对我的突然袭击外,整编后保留的正规部队的干部,均将由中央政府按将校尉加围,其他保安部队干部及其余退伍残废军官,以后即由国家按及一律待遇。 新四军按照这一指示,在3月7日作出规定,军长、政委为尚江贤,副军长、副政委为尚、钟祥,参谋长为中将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中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少将贤,女长、女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为少将贤。 团长为上校、副团长为中校、营长为少校、连长为上位、副连长为中位、排长为少位、司务长为准位、副排长为上士、班长为中士、副班长为下士、战斗小组长为上等兵、老战士为一等兵、新战士为二等兵。 此后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平衔工作因之半途而为。 再说,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宣传反攻及应注意事项的指示。 全文如下,各中央局、分局在政协会后反动派所布置的反攻,由于捣乱北平执行部,捣毁新华日报与民主报及重庆等地的反苏、反共游行,已将他们企图撕毁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挑拨中苏、美苏邦交的法西斯阴谋充分暴露,并已引起美国的不满与苏联的反击。 我们应抓紧这一时机,立即发动一个宣传的反攻,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压倒其反动气焰,粉碎其反动阴谋,针对他们破坏停战,反对政协,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公开反苏,挑拨美苏关系,勾结敌尾,特务横行等罪状,联系各地具体事件,经过报纸、社论、新闻、谈话、抗议、通电等形式,予以痛薄。 在宣传中,应注意以下个点一,指反对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反动派与特务机关,强调,这些反动分子必须从国家机关中清洗出去,中国才有和平民主。 但不要一般的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军,不要反讲,只批评政府对反动派非法横行,采取放纵鼓励政策的错误。 对国民党内主和派与民主派,则应予以鼓励于争取。 二、对北平事件、重庆事件中的特务与群众,应加以区别,不要一般的反对群众。 但应严正地与善意地指出其政治错误,并注意在批评其行动错误时,不要一般的反对请愿示威, 至中反动派的宣讨,借此而限制真正的群众游行请愿。 三、对苏联与东北问题的解释要特别慎重。 我们要站在真正爱国的立场上,主张维护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履行中苏条约,保障远东安全。 对东北,我们要求和平解决,不反对国军和平开辱。 但反对反动派在东北打内战,收编伪军土匪,勾结日本人,制造张申夫,煤矿工程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笔褶住,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 四、批评态度要着重说理,根据停战令,政协决议,与和平建国纲领,举出我方再三忍让对方再三挑衅的具体事实,采取防御姿态,不要嚣张谩骂,争取广大中间群众的同情。 中央筹有2月25日这一天,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经过多次协商和反复的讨价还价,国共双方代表张志忠,周恩来和马歇尔在重庆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方案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这个方案是由马歇尔提出的折中方案,国民党代表最后接受按5比1整编军队。 按照这个方案,国共双方在整军的第一阶段的前9个月,国民党军队缩减为105个师,共产党军队缩为20个师,到第12个月,国民党军减为90个师,共产党军队减为18个师。 到第18个月,国民党军队减为50个师,共产党军队减为10个师,合计60个师。 其中,中共军队驻东北3个师,驻华北7个师。 蒋介石说,这个方案是国民党最大之损失。 1946年3月4日,由张志忠、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到达延安。 原来,三人小组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乘专机到各地做了历时七天的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情况检查工作, 在返回重庆途中,由太原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博渠及各界群众6000余人到机场欢迎。 毛泽东走上前,紧紧握着马歇尔的手说,欢迎马歇尔将军来延安。 是日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马歇尔、张志忠一行。 毛泽东致欢迎词,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军事三人小组的马歇尔将军、张志忠部长、周恩来同志,向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全体同仁致敬。 驻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及美国人民健康。 现在我提议,为和平使者马歇尔将军,为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伟大成就,干杯。 毛泽东在向马歇尔铸酒时说,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 马歇尔致答谢词说,我这次有机会到延安,会见和认识中共的各位领袖, 深感荣幸对你们的诚恳和友谊招待,特表衷心的感谢。 张志忠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还趁着久幸说道,我这次到延安是第三次了。 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可别忘了写上张志忠三道延安这一笔。 张志忠的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和笑声。 这句话暗示着共产党将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因为只有胜利者才能书写历史。 当张志忠回到席间座位上时,邻属的毛泽东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道呢?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张志忠知道他话里藏话,便答道,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 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见张志忠如此机敏,便微笑着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 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 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去,三月五日上午,马歇尔、张志忠、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去武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 马歇尔在淋上飞机前对毛泽东说,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他再次向毛泽东表示感谢。 毛泽东说,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 马歇尔又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爽快地说,什么时候蒋介石先生邀请我,我就什么时候去。 临了,毛泽东又说了一句令马歇尔激动不已的话。 他说,可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 三月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接受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批复电报,发给周恩来,请他转交给叶挺。 此前,中共方面在三月四日,已在邯郸战役中俘获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武,交换被蒋介石囚禁的新四军军长叶挺。 叶挺出狱后,即在五日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表达了重新回到党内的热气愿望。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稀,新闻出狱,万种欢腾。 你为中国人民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 自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臣。 中共中央3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广播、报纸宣传方针的通知。 他写道,各局、各分局、各区党委、各报社、新华分社并北平、承德工作役同志,于2月下旬来信称, 我们的报纸上整天只看见解放区挨打退手、大后方特务横行、民主势力受打击的消息。 因而谣言分歧,物价大涨,老百姓对我面孔变冷,连基本群众也问八路军能否站得住。 而报纸对我们力量的宣传,却只有根据地建设的零碎消息,据说这是政治公事。 但承德的报出不了承,到底攻谁去呢?只有攻自己罢了。 这个下级工作同志的观察,反映了一个相当普遍严重的问题, 即各级宣传工作同志不知道区别一般的宣传与具体的宣传。 对此,中央以前已有指示,但在许多地方仍未纠正,这是不应该的。 新华总社的许多宣传主要对象是全国与国外, 他在某些时候着重宣传反动态向我进攻的罪恶, 而不宣布,我与反动派斗争的胜利是为了证明反动派无理, 我方有理是为了激起全国与全解放区人民的敌忾心。 至于各个地方报纸是否登载与如何登载这些消息, 以及如何登载一些新华社所不广播的消息, 则仍需在总的宣传方针下,根据本地情况,予需要斟酌决定。 鉴于现存的缺点,支持规定几项办法, 旺格宣传机关与报社新华社编辑研究实行, 一、新华总社的广播与全国性报纸, 在集中暴露反动派罪恶时, 应同时注意适当报道人民自卫斗争与民主运动的胜利方面, 但不可给反动派以任何借口。 各地新华分社应注意经常有系统的供给此种材料二。 各地方报纸对于新华总社发表的材料, 除中央重要文件评论,应一律登载外。 其新闻、言论均应根据地方情况、报纸篇幅、 着粮取舍或修改摘要发表作为本报训, 不做新华设定。 三、地方报纸的主要内容应是地方新闻与地方工作指导的评论, 不能依赖新华总社的供给。 四、地方情况遇困难, 则地方报纸遇应少登人民受损失的情形, 而多登人民胜利的情形已壮自己志气, 灭他人威风, 但敌人进攻人民损失情形仍应有新华分社、攻击总社。 五、地方宣传机关与地方报纸编辑, 应负责决定地方宣传政策, 并负责使之在每天报纸的新闻与言论中具体实现。 中宣部引起3月13日凌晨, 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 给东北局和中共赋予谈判代表团的指示。 他写道, 东北局并秉丁, 指代表团, 笔者助, 真害两殿军西。 一、东北同志的想法和你们及我们都有很大距离, 他们雄心很大。 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 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 东北局朱同志不过是反映这种意见, 但在蒋军尚不承认东北停战, 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及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 他们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 是好的。 只有如此, 才能逼蒋承认我在东北地位, 故我们暂不要他们退让。 可在国民党真意与我谈判, 并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 我们必须有某些让步才能达到妥协, 也只有到那时, 才能说服东北同志。 二, 在谈判中, 你们现在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 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 路两旁不在内, 至政府军, 以后再要进驻那些地区, 和我军需从那些地区撤退, 需待政治问题解决, 及我军住房地区确定, 并需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员商讨后, 才能具体解决。 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商讨一点, 需十分重视。 但我们内心的盘子, 长春路的主要部分, 即沈阳至哈尔滨, 即福顺, 安山, 本溪, 银口, 辽阳等树地, 是要让给国民党的。 但此种让步需有交换条件, 你们暂时不要答应国防, 并且也未征求东北局同意。 现在你们切不可一般承认, 国军有权全部接收长春路, 及苏军撤退区。 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断, 应力争有我接管, 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 大部已叫我接管, 一部即将交我, 其中除辅顺, 本溪准备让出外, 其余均不能让。 如你们答应国民党, 有权接收苏军撤退区, 则安东, 通化, 延吉, 海龙, 河江, 加木斯, 黑龙江, 陶南, 通辽, 辽远等地, 及其他广大地区, 均到过苏军, 而我绝不能让, 将来不好收口, 我们并想已让出长春路主要部分, 即辅顺, 本溪交换国方, 从热河撤兵。 自然在东北保持我们这种地位, 需要经过严重的外交斗争, 以至军事斗争, 我们要以一切力量去争取。 三, 你们在此问题的交涉中, 需通盘计划步步设防, 并与中央及东北密切联络, 以期做到算无一策。 因东北与华北, 华中不同, 华北, 华中是就地冻结, 各守原防, 而东北则需由我们让出许多地方, 所以最难说服同志, 而可能造成党内纠纷, 在整军问题上各地不同意见已有很多。 再则, 在长春全路, 及东北全地大打内战, 每讲均有顾虑, 蒋方对东北内战消息, 向苏方讳莫如深, 就是证据。 蒋方对东北问题大吹大雷, 高声恐吓, 其实是想达步战, 而得大步地方之目的。 不论他的兵力, 士气与民心, 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 都无在东北大打九答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 此点意请注意, 再则, 东北有人态度慎硬, 一堪注意。 四, 希望你能回应一次, 住四五天, 然后反鱼。 由于苏军突然撤兵, 蒋介石急欲解决东北问题, 我倒可不及, 持几天无不利之处。 假以集中央, 笔者柱已五三月十三日, 梁树铭搭乘美国军用飞机, 由重庆经北平飞抵延安, 毛泽东亲自到飞机场迎接, 并设宴招待他梁树铭这次到延安来, 是为了让毛泽东谅解他哪离现实远一点, 尤其不能参加政府的主意。 梁树铭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 他说, 宪政不到二三年, 或许一年就失败, 而我又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我只有失望。 毛泽东对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的言论, 没有直接发表意见, 但他却明确地告诉梁树铭说, 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坚信中国革命在不远的将来, 一定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梁树铭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说, 希望包括毛先生在内找十位领导人, 给我一个机会, 陈述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答应明天下午可以安排。 3月14日下午, 毛泽东和朱德、张文天、 任毕石、彭德怀等十人在会议室会见了梁树铭。 梁树铭陈述了他的政见, 他说, 在重庆的各个方面, 都在说中国的未来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 两大党一上一下, 轮流执政, 互相反对, 台下的攻击台上的, 反过来也是这样。 我个人从年轻时就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政, 后来对欧美式的政治制度, 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一直是赞同的。 但是, 经过自己三十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 与西方国家相比较, 认为特点很不相同, 我认为, 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 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二不合中国的国情、现状、需要, 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长时间的迅疾进行经济建设, 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 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邻。 如果各位问我,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 你的意见, 设想如何实现呢? 我却答不上来。 我有自己的理想, 如上所述, 但面对现实却不知如何去实现。 因此, 理想又如同梦想。 我今天讲的这些话, 在重庆无人听, 无人感兴趣, 我也不想说, 不便说。 再往深处说一句, 我所说的面对现实, 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 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 在这样的场合, 讲这篇话, 把自己的希望、 理想或者称梦想, 说出来, 向各位请教。 如果不便深谈, 也无妨。 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 向各位通报一下, 算是留个题目吧。 杨树明像一位教书先生, 面对一群学生一样, 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篇, 最后又给学生们留下了一道作业。 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 都很耐心地听我发言。 当时我讲的, 要比今天回忆的长, 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 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 讲了不少。 在我发言时, 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 抽着烟, 一会儿坐, 一会儿站, 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 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 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 我现在能记得的是, 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 自己也不知道, 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 人毕时笑着插话说, 梁先生的意思, 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 国民党垮台了, 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 国民党又跨不了台, 因此答不上来。 我们彼此相视而笑, 都没有正面答复。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后来在3月17日, 梁树铭在边区教育厅与延安大学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说, 1939年, 我自华北华东回重庆, 因目睹国共两党在各地的冲突, 摆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参加者有旧国会、 青年党、 社会党及其他小党派。 曾以此事件蒋介石先生, 同去者有黄炎培、 张群、 王世杰。 蒋先生面于我们的组织。 不幸1940年底发生板南新四军之变, 我们更感觉有中坚力量的必要, 又鉴于从前的无组织、 无宣传, 于是派我去香港办报、 极光明报, 同时改回名为民主建国同盟。 到了1941年10月10日, 发表宣言及十大政纲, 除了第一条位坚持抗战外, 均为促进民主团结, 如国事应商量协议解决、 政治民主化、 军队国家化等, 都是当时列入正纲的。 金泽逐渐实现, 致看新卫3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批评了党内出现的糊涂思想。 他说, 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 第一条, 对革命党全部消灭制, 第二条, 即如一时不能消灭, 则暂时保留, 以待将来消灭制。 蒋介石的两条, 第一条很清楚, 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 稍微平静一点就忘了。 2月1日到9日就忘了, 较长口事件, 2月10日, 笔者住, 以后就不忘记了。 马歇尔能放长线, 蒋介石也叫何应亲不同。 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 放半年, 我们就会忘了, 那就危险得很。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 及对策的指示, 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 分局, 转省委, 区党委, 纵队首长, 关于目前时局, 及对策第一, 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 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 为了和平, 我方代表曾极力向蒋, 马, 指马歇尔, 笔者住提议, 在东北停战, 但马, 蒋商谈后提出五条, 作为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 以为派遣小组去东北的先决条件。 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 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 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 政府军单独管理, 苏军撤出地区, 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 但东北政治问题及我党我军在东北地位, 则没有提及亦不愿讨论。 在此条件下, 我方当然不能接受, 停战小组逆散不能派出东北军事冲突, 仍有可能继续一个时期。 二,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 除以CC为主干的少壮革新派所进行之反苏反共反政协运动外, 还有以何应钦、白重启为首的军人派, 正在积极进行反苏反共阴谋, 企图破坏停战整军, 借口东北问题, 实行各地军事接收, 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 山洞美、苏冲突和美、苏尖锐对立。 为此, 和、白蚁电照孙年仲、 王耀武、 傅作义等盗鱼, 并在全会宣读阎西山反共颠报。 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所知道的, 因此十分值得警惕, 其阴谋之危险性, 较CC革新派更为严重。 三, 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 特别是和白军人派之阴谋挑衅, 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 华北、 华中各地应急提起警觉, 密切注意完方动态, 并在军事上做必要准备, 加强整讯, 加强侦查, 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 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 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 彻底、 干净、 全部消灭之。 但我方一切秘密准备, 对外切勿声张, 误给完方以任何借口。 四, 恢复交通及北平执行部一切合理命令, 仍应主动照常执行。 北平执行部及各地执行小组中, 我方人员, 需加强工作, 不称职者需加强人员, 当作一件大事办理, 并助以争取美国人。 五, 切实具体地展开统战工作, 以分化与争取完军, 反对内战阴谋为主要目标六, 除东北及热河外, 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及精兵检政, 包括党、 政、 军、 民、 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 不论时局变化如何, 均应力争完成, 以财检老弱及无职务、 无武器人员、 合并机关, 减少单位, 充实部队, 减少财政支出, 利于做长期打算为目标。 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左右, 时间三个月左右完成, 由各地自己做成计划, 此计划需能适应和平, 战争两种环境, 定告中央批准, 即可执行。 各地首长暂时不要来言, 并不要远离部队。 在复员工作中, 要有充分政治准备与组织准备, 需向一切人, 首先是干部说得清清楚楚, 反复解释多次, 由当地主要负责人出席解释, 并发动复员者自己讨论, 以便人人明了复员的积极意义, 及复员后的工作方向。 最重要的是, 充分注意安置他们的生产及生活, 动员各方面欢送欢迎, 把他们当作有功劳于国家的光荣战事看待, 使他们各得其所。 如果还未解释好准备好的地方, 便不要仓促复员。 如果对此点疏忽, 定会造成恶果。 同时, 要向复员者说明, 如欲反动派大举进攻, 除老若歪, 要在一生号令下准备归队。 七, 减租, 生产两件大事, 一切地方需抓紧推动, 召开专门的减租训练班, 生产训练班, 纠正偏向, 奖励成绩, 在报纸上讨论减租及生产工作中的优点, 缺点, 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 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 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 对这两件事注意不足的地方, 务必加强注意力, 务必派得力干部去指导。 八, 不论反动派破坏如何猖獗, 甚至在打异时期内战, 不论全世界, 全中国反苏反共活动如何高涨, 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局面亦已确定, 任何反动派不能改变此种大局, 我们应当由此坚信。 在时局估计与党的政策等相问题上, 党内各种过左过右偏向, 希望随时解释, 妥为纠正。 中央银山3月17日, 历时17天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结束, 会议通过了推翻政协线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 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 3月18日, 共产党驻重庆负责人周恩来, 奉命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 发表谈话说, 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 利用二中全会, 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 这不足为怪。 而可怪的是, 这两个会议的决议, 既如此相反, 却都是在蒋主席、 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 在政协开会时, 蒋主席曾做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四项承诺, 但在政协开会后, 就连续不断地发生了苍白堂打人, 叫敞口事件, 捣毁新华报馆, 捣乱西安第18级团军办事处, 一直到捣乱执行停战决议的北平执行部事件, 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 这是由五方面的代表起立通过的, 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 谁要破坏, 谁就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3月18日, 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人, 发出了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破坏政协决议的指示, 全文如下, 叶饶罗, 聂刘成肖, 林彪, 彭真, 陈毅, 游邓薄, 张邓谭, 贺礼, 郑礼, 叶剑英, 饶树石, 罗瑞卿, 聂荣珍, 刘兰涛, 程子华, 肖克, 刘博成, 邓小平, 薄一波, 张鼎成, 邓子辉, 谭振林, 贺龙, 李景泉, 郑魏三, 李先念, 笔者柱, 西北局一, 聚密西, 国民党中宣布于3月12日, 向各地国民党部颁发了第62次宣传通报, 说宪章制定, 仅国大有此权利, 在国大通过之前, 政协决议不能成为定案, 因此, 国民党主张, 甲, 国大为有行组织, 代表人民行使自权, 以省为中央代表机关, 不赞成致省县, 并中央政府维持总统制, 此事最后决定权既在国大, 故二中全会提出意见, 不能认识变更政协决议云云, 现二中全会, 已根据这三项原则, 通过了五条决议, 公开发表, 不管文字上如何曲折, 实质上是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 内阁制, 省县自治等基本原则, 完全推翻, 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 是中国走民主道路, 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 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 二, 国民党内反动态, 已至蒋介石, 都不喜欢政协决议, 企图推翻, 但正面推翻丧失信用过大, 百采取迂回阴谋手段, 首先推翻现草原则, 只要现草原则推翻, 成立独裁政府, 则国大改组, 政府纲领, 整军等决议, 势必成为巨文, 以致全部推翻, 因此, 我党对国民党反动态此种阴谋, 必须坚决反对, 坚持和强调, 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需实现, 反对修改, 特别对于现草原则, 反对任何修改, 对国民党二中全会, 推翻现草原则的决议, 及其在现草审议会中, 所提出修改现草原则的任何主张, 必须予以痛薄, 必要他们遵守信义, 中央已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声明, 三, 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 现草原则, 反对修改的斗争中, 我们不要害怕破裂, 事实上, 我们欲坚持不许修改, 国方就欲不敢破坏, 我们在精神上, 必须准备, 不怕分裂, 不怕打内战, 然后才能压倒反动态的破坏, 并可能免于分裂, 如国方, 因我坚持政协决议, 并利用东北问题实行分裂, 发动全国内战, 我亦不应惧怕, 即是在打内战, 我虽可能受些损失, 但大势所趋, 仍将归于和平, 而那时反动态的阴谋, 必将更加暴露, 他们的气焰亦将大为降落, 人民再受一次教育, 和平, 民主的前途, 更有保障在反动态如此嚣张, 蒋介石如此阴谋百出的情形下, 和平, 民主, 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最近时期, 一切事实证明, 蒋介石反苏, 反共, 反民主的反动方针, 一时不会改变的, 只有经过严重斗争, 使其知难而退, 才有做某些, 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 四, 停战协定, 政协决议, 整军方案, 我们是不愿其破坏的, 但反动态必欲破坏, 只要使人民了解, 这是由国方破坏的, 而不是由我方破坏的, 那对于中国的前途, 也会是有好处的, 因此, 我们不破坏他们, 但我们绝不怕反动派破坏, 我们反对分裂, 反对内战, 但我们不怕分裂, 不怕内战, 我们在精神上, 必须有这种准备, 才能使我们, 在一切问题上, 立于主动地位, 中央引巧三月中旬, 国民党正规军, 进入东北地区的, 已有七个军, 共21个师, 连同地方部队, 总兵力达到了30万人以上, 其后续部队第93军, 第53军不久, 也即将到达东北, 3月22日, 梁树明离开延安去重庆, 毛泽东等人到机场送行, 他对梁树明说, 目前国内各政党是交错的, 也是交流的梁树明说, 但愿交错而团结, 交流而沟通, 3月24日, 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控制长春, 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 给东北局的指示, 他写道, 东北局并告林彪, 黄礼至黄克成, 李富春, 笔者诸, 一, 美苏中苏关系意义改善, 苏军四月撤完, 以赵惠王世杰, 探断蒋介石必有沈阳出兵向北, 和我争夺长春, 哈尔滨, 二, 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世, 及中东权限, 不惜任何牺牲, 反对蒋军近战长哈及中东路, 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 三, 为此目的, 请速与陈兄交涉, 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世, 从中东权限, 如得允许, 即令周保中部担负占领任务, 并例行剿匪, 四, 黄礼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 如完军北戒时彻底歼灭之, 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五, 我南满主力, 就县地坚决歼灭向辽阳, 俯顺等处进攻之敌, 如能歼敌一两个师, 即可牵制大量完军, 不得北进, 六, 如作战结果, 完军在辽阳, 俯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以致可以抽兵北上, 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 你们需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 转移至四平街, 长春之间, 与黄礼及周保中协力, 为保卫北满而奋斗, 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 保卫南满解放区, 七, 以上旺考虑定告中央引进有3月25日, 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 坚决保卫战略要地, 给林彪、 彭真等的指示店, 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彭并李黄承销, 执李富春, 黄克城, 承世财, 萧华, 笔者助, 恩来今日已到重庆, 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 可能于日内签字, 但小组到东北, 并召集双方代表协议实际停战, 还需若干时日, 因此, 你们至少还需经一二个星期, 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 才能实际达到停战, 在此时间内, 丸方会拼命进攻, 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 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 不惜重大牺牲, 保卫战略要地, 特别保卫北满, 据密西, 丸军后方运输困难, 但要不济, 往切实破坏铁路、 公路, 截击丸军后方联络线, 以争取战役的胜利, 凡有苏军地区, 小组军不会去, 但苏军撤退地区, 若有冲突, 小组即将派去, 长春, 哈尔滨, 齐齐哈尔等地, 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 一二日内控制之, 否则停战小组即将派到这些城市, 保证国民党的占领, 但如被我控制, 小组亦将保证我军的占领, 以待整个东北问题的解决, 关于东北停战, 及以后东北工作意见, 由饶术时转达, 饶信在延安。 中央引游3月27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和国民党代表张志忠, 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代表, 及伦军是三人小组, 签订了调除东北停战的协议。 协议规定, 派遣执行小组, 前往冲突地点, 或国共双方军队的密接地点, 使其停止冲突, 并做必要及公平之调除, 关于政治问题, 则另行商谈, 训求解决。 3月27日晚, 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东北目前工作方针, 给东北局吉林彪的指示, 他写道, 东北局吉林, 幼日五十电锡。 目前时机, 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中, 第一是对蒋, 为了阻止蒋军北进, 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 及中东权限, 是否可能, 主要由有人决定, 但我应力争, 必须使用主要力量, 并需迅复事机, 持责无用, 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为了防止蒋军与古匪联络, 在我区设置据点, 遗害将来, 美蒋必要求派停战小组, 前往古匪地点监督停战, 必须同时在乡区留下次要力量, 配合地方党政, 迅速剿匪。 你们需下两个通令, 一个给主力军, 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对付蒋军, 如你们近日所下者。 一个给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 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剿匪, 发动民众, 巩固后方, 特别对于那些, 已与蒋军有电台联络之骨匪, 不可忽视。 应尊重告诫地方兵团, 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 切部可以为自己工作不重要, 他们也把自己目光, 放在占领长哈齐方面。 望闻以上方针, 部署力量, 指导工作。 中央改身3月28日, 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 他写道, 各局并转各区党委、省委、 一、各解放区输出贸易, 除了特别约定的交换之外, 必须努力以换取输入工业及农业的大小生产工具为条件, 以便发展生产。 至于输入生产工具的种类, 可以按照解放区的需要和客观可能条件处理之, 但目前需着重输入纺织工具。 最缺乏的必须日用品也可以考虑输入一部分。 货币的输入则必须避免二, 国民党官吏在收复区所接收的敌尾产业, 很多私自偷窃出卖, 各解放区可由公价或在解放区投资的私人和用各种社会关系, 相机购买一些有用的生产工具, 但需以可能设法运入解放区为条件。 三, 现在国民党区的自由工业家备受官僚资本的压迫, 不能立足很多技术人员失业。 各地的党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统一战线, 与他们谈判, 欢迎他们来解放区投资和工作。 关于工业的土地、原料、劳动力、交通、市场税责, 我们应给予特别的便利。 技术人员的待遇从优。 四, 各解放区, 特别是产棉区, 原来的民间纺织业必须尽力恢复, 并鼓励合作, 提倡私人投资。 各地公司机械工厂和铁工厂, 除了制造农具之外, 应该努力制造各种纺织机, 帮助民间手工纺织业逐渐改变为半机械化的纺织业。 五, 各解放区所接受的敌尾工业, 为着适应解放区发展生产的具体需要, 可以进行必要的改造。 恢复公路交通的事业, 首先也需以适应解放区经济发展为原则。 六, 各地党与政府, 必须选派得力的干部, 负责组织经济的工作。 根据当地的条件, 拟出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计划, 以达到丰一族时为第一步, 并随时将真实情况报告中央。 复原的许多干部可转入生产部门工作。 各地必须组织生产训练班或研究班, 动员大批干部, 初步学习当地实用的经济常识和技术期, 解放区劳资关系, 必须取合作方针, 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无论工营、私营都是如此。 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 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 并协同执行之, 力求以较低之成本, 得较多较好之产品, 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 劳资双方有利。 工人之福利, 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 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 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中央引简接着, 毛泽东又起草了, 关于派干部到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开展工作的指示。 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 为着建立各收复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基础, 应抓紧目前时机、 国民党立脚未稳、 人民情绪等, 派一批事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工作。 首先是打入学生群众、 重要产业工人中, 开展职工、 学生、 青年及妇女群众运动, 并进行统战工作。 为此, 望各地及着手调集一批干部, 给以短期训练后, 分布到附近城市和交通要道, 其中如有事于各该战略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城市工作干部, 及报告中央, 以便统筹调剂。 如何布置? 判电告。 中央书记处, 28日3月30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电, 他写道, 东北局营验给各地指示电锡, 很好。 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旗时, 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 将其全部解决武装, 但对其非武装人员党政物加侮辱与杀害, 将其一致乡下软禁, 以利将来交换此点应令各地首长明确指导, 有所遵循。 中央引30101946年4月间, 毛泽东得知军调处执行部顾问王驾祥在北平中和医院检查身体时, 病情加重了。 原来, 中和医院的医生极不负责任, 他在给王驾祥做X线透视时, 涉嫌用量过多, 烧伤了王驾祥后肠胃脊部的皮肤, 不几天, 皮肤就溃烂如铜钱大小, 折磨的王驾祥疼痛难忍。 毛泽东立即订令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叶剑英, 安排飞机将王驾祥由北平送到解放区张家口白秀恩和平医院附属医院治疗。 王驾祥转到张家口后, 毛泽东又特意从严安派著名外科大夫周泽钊到张家口为王驾祥治疗。 4月间, 毛泽东鉴于党内有一些同志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态, 愈意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鼓吹所谓美苏避战, 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情况下, 由于过高估计帝国主义力量, 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 惧怕美帝国主义, 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 因而, 在美奖反动态武装进攻的面前, 表示软弱, 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 反对反革命战争, 毛泽东选及注释于, 就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极点估计的文件全文如下, 一,世界反动力量却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 但是, 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 并且正在向前发展, 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 因此, 美、 英、 法同苏联的关系, 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 而是或者较早妥协, 或者较持妥协的问题。 所谓妥协, 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所谓较早较迟, 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 或者更长时间。 二, 上述这种妥协, 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 这在美、 英、 法继续有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 是不可能的。 这种妥协, 是说在若干问题上, 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 但是, 这一类的妥协, 在目前短期内, 还不会很多。 美、 英、 法同苏联的通商贸易关系, 则有扩大的可能。 三, 美、 英、 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 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 向美、 英、 法反动力量, 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 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 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 进行不同斗争。 反动势力, 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 是能够消灭者, 一定消灭之, 暂时不能消灭者, 准备将来消灭之。 针对这种情况, 人民的民主势力, 对于反动势力, 一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这正是高瞻远瞩之音少, 三十年后有谁使, 至今由患孔美政, 死皮带脸做人妻。 且说四月初, 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世辉,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玉明, 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 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 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 企图首先夺战本西、 安山、 四平等战略要点, 继而近战长春、 哈尔滨, 以达到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四月二日, 国民党军以五个师的兵力, 进攻南满解放区本西地区, 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 政治委员萧华、 奉命指挥所属第三、 第四纵队和保安第三旅保卫本西, 牵制国民党军兵力, 侧应北满主力保卫四平。 三纵七旅、九旅, 分别在本西十人厂、 三人陶和大电子地区, 将国民党军第52军第25式击退, 八旅在华子沟地区, 将其第14式击退, 共歼敌1000余人。 四月四日凌晨, 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 关于反完委蚕食斗争的指示, 他写道, 一、自停战发生时效后, 华北、苏北敌委丸联合大规模军事进攻, 一般停止了。 然而, 完委特务联合, 以伪军为主, 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下, 向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 有加无疑, 他们依据铁道, 城市向我解放区步步压缩。 最近两月来, 各解放区均受着严重损失, 仅就冀中冀东两区不完全的统计, 即被占据村镇三百余处, 杀死我村区县级干部三百余人, 人民被杀, 财务被抢, 无数计反动派蚕食阴谋, 在这一时期, 是有较大收获的。 如不给以坚决打击, 如不歼灭蚕食进攻的完伪军, 收复1月13日以后的失地, 反动派的蚕食阴谋, 是绝不会自动停止的, 伪军亦不能从国民党控制下, 动摇分化与瓦解, 我解放区边沿地带的群众, 难以迅速发动起来, 减足减息, 即不能实现, 基本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提高, 边沿地带不易巩固, 解放区将意见缩小。 如我们坚持正确的政策, 采取积极的防御, 寸土不让, 坚决保卫解放区, 给进攻者以打击, 并配合停战小组的调除, 反动派的蚕食可以打退与停止的。 二、为反对蚕食, 确切保卫边沿地带群众利益, 掩护春耕, 应动员群众自卫联防, 村与村, 区与区联防, 实行边沿区戒严, 封锁消息, 组织各种各样群众性的侦查通讯联络, 名罗, 卫谷, 烧烟, 放炮, 一村遇袭, 各村自卫武装民兵, 武工队, 车子队迅速复原。 发扬抗日战争中, 民众武装斗争与武工队斗争经验, 发扬战斗与生产结合的互助精神, 并在边沿地带选择重要地点, 利用建筑物, 构筑一般一排的秘密防御工事, 准备凉水弹药, 预敌袭击, 坚决聚守带员, 掩护主力机动, 消灭进攻之敌, 同时准备地道, 坑道, 在极端危险时, 可借此撤退。 被敌占领时, 可利用此地道接近爆炸, 需选择重要地点, 以达到节约兵力便于机动。 如边沿地区普遍设防, 反而分散兵力, 结果到处薄弱, 到处被动, 到处不能防守。 为着随时打击进犯之敌, 必须在适当位置控制机动兵力, 目前还必须适当集中力量, 对于1月13日以后, 近战我解放区一切大小村镇治完伪军, 有重点的可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三, 国民党利用伪军进攻我解放区, 并以伪军补充其主力, 除军事上可以坚决打击, 使之之难而止外, 更重要的, 需各方面积极进行瓦解伪军工作。 此, 对一般伪军官兵, 应采取宽大政策, 调查与动员其家属亲临, 号召他们回家, 允从宽免究, 保护其生命财产, 至于过去作恶多端, 为人民所深恶痛恨, 今仍依附国民党中法西斯分子, 坚决反共, 反人民, 反民主者, 我必须采取坚决态度, 给予严厉打击, 没收其财产, 以致公审处决, 但一经反悔, 申明不继续作恶者, 应不咎既往, 予以自信之路愁, 对于向我进攻之伪军, 应坚决消灭之, 尽量多击毙, 特别是军官。 但一经俘虏或自动投诚者, 均分别给予优待, 在解放区安家回家就业者, 以同等公民看待。 对于伪军政策, 必须宽延适当, 宽大与镇压, 必须密切联系, 才能伸张正义, 动摇与分化伪军。 中央军委卯制4月4日, 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 近战昌途。 第71军78师, 和71师, 欠帝88师, 攻占法库, 而后沿公路北进, 企图绕过八面城, 与从铁岭南进的西翼军, 构成南北夹击之势, 攻击四平。 四平是东北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 这里形势显耀,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4月4日这一天, 林彪和前方总部到达四平, 致电黄克城、 李富春及中央和东北局说, 我此刻已到四平, 此次集中六个旅的兵力, 你坚决与敌军决议死战, 一定要争取胜利。 4月5日中午,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 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殿, 他写道, 东北局及林一, 每讲, 决以15个军, 一到七个, 上有八个带运, 向我大举进攻, 近战东北点线, 然后与我谈谈二, 我方政策, 一方面利用停战小组, 力争停战, 另一方面, 不要被停战小组所迷惑, 必须同时有对付15个军进攻的全盘与持久计划。 中央卯威武4月5日下午,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各局及军队负责人的指示殿, 他写道, 各局及军队首长, 目前正是国际国内反动逆流高涨之时, 望提高警觉, 加强侦察, 加强防御配置, 严防敌人突袭, 切勿大意。 中央卯威4月6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彭真的指示殿, 他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彭一, 临之日从四平所发点息, 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 非常正确。 党内如有动摇情绪, 那怕是微小的, 均需坚决克服。 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 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 兼敌北京部队的全部或大部, 我军即有数千伤亡, 一所不息。 去东邯郸战役, 刘邓所部, 历时时日, 伤亡八千, 足获大胜, 可为借鉴。 二, 本西方面, 亦望能集中兵力, 歼灭进攻之敌, 一个失。 三, 上述两仗如能打胜, 东北局面即可好转。 国民党现有之七个军, 包括九十四军, 即将鹏飞伪军在内, 此两部或则不齐, 或则无力, 拟调各军, 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 且包括云南龙部, 及其他四等部队, 大有文章可作, 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 组织多次得力战斗, 歼灭进攻之敌, 六个至九个师, 即可锻炼自己, 挫折敌人, 开辟光明前途。 为达此目的, 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 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 才能打得出新局面。 而在当前数日内, 争取四平, 本西两个胜仗, 则是关键。 四, 各军区后方剿匪, 与发动群众斗争, 一刻不能松懸, 往同时沿都实行。 中央某于四月七日, 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赵公武, 亲赴前线, 指挥第25师、 第14师和新增调的第182师第545团, 兵分三路, 向本西民主联军阵地, 发起第二次进攻。 四月八日, 民主联军第三纵队, 将其左路第25师, 组结于小四家屯、 石富屯地区。 第四纵队第十旅, 将其右路第14师, 组于金中山地区。 四月八日下午, 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 他写道, 林彪、 彭真同志, 关于作战问题补充数点一, 北面作战, 应以反复肉搏打几周夜, 歼灭顽底一个师, 致两个师之大部, 或全部为目的。 因此, 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例如六个旅或更多, 必须做充分的精神准备, 与军事准备, 必须选择有利于我之地形, 这就是说, 不要浪打, 打则必胜。 二, 为大规模作战所不可少的各项后勤组织, 例如粮食攻击, 兵人补充, 民兵游击队配合作战等项, 必须迅速在北面组织起来, 南面机构及人员必须大量北移, 并需从速, 实则不利。 三, 破路机关重要, 应组织专门破路司令部, 凡敌将战级以战之路, 必须彻底破坏, 动员兵重, 公司兼顾, 主要须决断路机又宽又深, 铁轨, 枕木, 器材, 让民众取去。 已被敌战者顾虚大破, 暂时尚未被敌战, 但不久必被敌战者, 例如四平北端, 本西北端, 符顺东端等等, 由虚大破。 据秘情反映, 国民党入满各军, 如有五天得不到两弹两项接济, 即无法生存。 因此, 普遍设立破路司令部, 动员广大民众破路, 是战胜完敌最重要方法之一, 妄速通令实行。 中央卯旗预知, 预知毛泽东还有什么重要部署? 请看下一张东方方约, 毛泽东在1946年2月提出的, 对军队干部请求政府加委, 取得正式官衔, 目的是要在未来改组后的新政府国防部中, 占有一定的位置。 这是为了, 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 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与1939年, 朱德、彭德怀要在八路军内部搞等级制度, 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这样做, 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如果不这样做, 一旦中国真的暂时获得了和平, 组建了联合政府, 那么共产党在政府里面就可能吃大亏。 另外, 毛泽东在1946年4月间撰写的,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极点估计, 文章虽短, 却是一篇利索。 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说, 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发表, 只在党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 1947年12月的中共中央会议, 印发了这个文件。 由于盗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 后来将全文收入了中共中央1948年1月发出的, 关于1947年12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同志中。 由此可见, 这篇文章最终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可, 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的。 历史已经反复验证了毛泽东在该文中的预见和判断是非常科学的, 至今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后人不可不读。 历史上的领导意义。